我想大家都知道 美國的上務副國務卿 舒曼會在今天7月25日和26日 訪問天津 到時他會跟中國外交部主管 中美關係的副部長謝峰會談 之後王毅作為國務院兼外交外長 就會見舒曼 本來舒曼去見副國務卿 見中國副部長 其實合情合理 但可惜他就說要見更高的領導人 有時真的假是自己丟 為甚麼呢 你去見王毅 王毅比你高了一級 因此如果王毅擺出官威 就差別人一級 因為你直接對謝峰 現在你跟謝峰經緣了 王毅來做甚麼呢 王毅準備來教訓一下美國 這句說話出了熱收 老毅本來不知道 現在他就說 我們有責任和國際社會一道 給美國補償這一課 即是說我和國際社會 就應該幫美國補一補集 你們有些事做不對 我要教你 本來你跟同級的說話 同級很難跟你說 我幫你上課教你 不可以這樣做 但你是要見王毅 王毅不會見你很久 你見一見 可能只是跟你說一句兩句說話 那兩句說話就是 教你怎樣做人 這次假的 自己拿來丟 我覺得 如果不是 如果 我想副部長就不會跟他說 你有些事做不對 大家同級 不可以這樣說 但王毅就高過你一級 一整級有餘 所以他就大可以當教小孩 你是副國務卿 我是部長 我是外長 高你一級 所以我可以教你 這個自己拿來丟 另外王毅也提到一個很有趣的名詞 就是國際社會 大家記不記得 美國很喜歡 要根據國際秩序 國際社會 他很喜歡拿出來說 現在輪到 你懂得說我不會說嗎 你叫國際秩序 我不叫國際秩序 所以也說 我們有責任 以及國際社會 不只是我們自己 而是國際社會 甚麼是國際社會 其實 最簡單的解說 就是應該是聯合國 而且聯合國也是西方 成為一個組織 中國參加了 大家認同聯合國的憲章 所以大家認同聯合國 這是作為國際社會的話 就應該以聯合國為準 而不是 以西方國家 自己說的就算 那些不算 那些不是國際道義 國際道義是在聯合國內 大家談妥了一個議案 大家投了一票 認為對與錯 這樣的議案 才是國際社會 而近期來說 很多虧華的議案 發現西方方面 現在剩下 大約最多40個國家支持 但中國最少有50個國家以上支持 即是國際社會 支持分量相差很遠 如果你說 中國的經濟力量 跟美國有一定 另外一個就是 歐盟 歐盟的經濟力量 遲早會被東盟追過 中國加東盟 和美國加歐盟 現在的國際力量 仍然是偏向那邊 多一點 從經濟來說 美國加歐盟的經濟 比中國加東盟大 這是真 現在是 但我相信十年之內 這個形勢會倒轉 中國的經濟肯定 十年之內 肯定超越美國 而東盟的經濟 超越歐盟 也指日可待 所以 國際社會 就會變 不再是 美國加上幾個西方國家 是國際社會 國際社會 現在說的是 更加大多數 如果說人口來說 那就差很遠 中國和印度抵消 印度走美國的路 但剩下東盟和歐盟 東盟多 多人多很多 美國加上歐盟 都不夠東盟多人 還有非洲 還有南美 所以 國際社會 從人數來說 應該是 中國所說的 國際社會 多 在聯合國來說 計票數 中國的國際社會 比西方多 現在還欠 話語權 現在大部分人 正在看西方的新聞 被他們操縱著 這是第一 對 第二 就是經濟 暫時而言 美國加上歐盟的經濟 稍為大 中國代表的國際社會 但這件事 十年之內 肯定變 現在是時候 教定他怎樣做人 都對